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KL的戴马sir 各位欢迎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点赞、分享和订阅 现在我们三个频道也有一些困难 所以希望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有没有被自动退订 如果有的话,请大家高抬贵手重新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各位主持的世代 多谢大家 其实呢,这次节目呢 我们就讲一个,我也经常提到的 就是SKYNEWS天空新闻 有发生什么事呢? 他的油管频道就被封到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假新闻 太多造谣了 所以我看到有些KOL的人 哎呀,经常做些假新闻 小心被人封到你 那究竟什么事呢? 原来呢,YouTube 这个油管就禁止了 澳洲天空新闻 SKYNEWS上传新的内容 咦,好像那个什么 好像旧台也试过 我记错了 还有这个大忌员也试过 假新闻出名了 是啊 上传新的内容 就说呢 它是违反了 传播新冠病毒错误讯息的规定 那禁令呢 暂时是一周这样的 不过都是 虽然现在就说一周 不知道将来会再加多一点 Anyway,都好的 给个警告他们 那YouTube的政策就是 对于同一个账户 发出三次禁令 就会永久移除的 这次是澳大利亚新闻 就是这个天空新闻 被发出的第一次禁令 那邮管呢 并没有公布具体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犯了规 但是呢 邮管就说 我们一定会全力反对 可能造成现实世界 伤害的假新闻材料 那就是说你假新闻 好啊 说你做得这么开心啊 是啊 等你说送什么什么 送什么回大陆 什么判什么刑那些 那些东西了 哎呀,真是你啊 那另外呢 澳大利亚天空新闻的数字编辑 就说这个决定是对自由思考能力的 一种令人不安的攻击 你又不安了 自由思考能力 大哥,你整天传播假讯息 你跟我说自由思考 你什么都说是那些叫什么 言论自由啊 喂,现在就是那些没有思考能力的人 被你煽动了 所以就要禁止你了 顶你啊 对不对 就是说 这个禁令会影响我们的收入 那你就不要做假新闻了 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油管怎么说呢 YouTube怎么说呢 他就发了声明就说 因为天空电视台 就是天空新闻 是违反了当地和全球卫生当局 关于处理新冠错误信息的清晰 并且完善的指导意见 就是别人说明的了,老板 哎呀,清晰的了 其实呢 油管呢 就说不允许否认新冠存在的内容 就是他们有些说 哎呀,没有这样啊 这个世界 这个真是开玩笑 还有呢 也不允许鼓励公众 利用一些古古怪怪的 叫做什么 防治、预防的措施 害死人的 是啊 因为这两样东西 之前有位天使说过的 闫丽梦说可以的 我免得跟他卖广告 也免得做一样东西 就是不想再传播这些愚蠢 所以我不提那两种是什么 免得 还有呢 这两种治疗方法 还未证实是对新冠有效的 发言人就说 有关的视频 完全没有提供足够的 反对背景的讯息 即是一面倒啊 那奥大利亚天空新闻 就否认哦 他就说我没有啊 我没有不符合YouTube政策的任何东西 并且认为自己呢 哎呀 他们经常访问那些人 喂 他们一面倒啊 访问那些傻子 哎呀 然后整天暗示他说得对的 他说得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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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呢 现在呢 依然是有很多的澳洲人呢 是处于这个封城状态的 差不多一千万了 那呢 为了是什么呢 为了以防这个更加竞秋的Delta 或者变种的倒处散播了 当然 目前呢 澳洲的疫苗接种率呢 完全接种啊 完全接种 这样呢 就只有百分之十五的 所以 大家知道了 挺大事的 那天空新闻台的资深主持人 Alan Jones 这个瓊斯 在讨论呢 澳洲引起的这些叫做措施呢 嗯 就呢 都是挺出格的 那其实在 7月12号 和澳洲国会议员 Craig Kelly 海里呢 合作的一期广播节目当中呢 两人就说 哦 这些Delta变种呢 其实呢 不危险的 原始也不危险 哇 神经的 喂 你有没有看世卫的 就算了 你呀 你大哥 美国啊 都是说更加危险的 老板 不怪得封你台啦 是啊 就是他们就说 哎 疫苗啊 什么用都没有的 哇 你真是救狼死啊 鼎你呀 真是呀 那其实呢 天空新闻呢 已经是发表了 道歉声明了 另外呢 悉尼电台主持 Ray Harley 哈德里呢 他就说呢 这个瓊斯 Ellen Jones 经常表现 就是令一些 阴谋论者啊 反疫苗人士啊 反风承人士呢 得到了支持 而且呢 他们多次说过 哎 这些什么新冠啊 哎 哎 不过是一次感冒来的嘛 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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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说的啊 收工的啊 大哥 卖东西 对啊 其实呢 澳洲的每日电信报 上个星期都已经停止了 叫这个 Ellen Jones 瓷斯呢 就继续写专栏的了 在澳洲天空新闻的网站上面呢 数字编辑 Jack Horton 其实呢 他的文章都说 如果 我们呢 不让人们继续讨论相关的政策呢 那呢 我们的政客呢 就可以自由地採取行动的了 不用解释呢 就会缺乏公众监督 喂 你现在散布谣言 跟公众监督两回事来的 你不要乱吓地说 老板 是咯 神经病的 封得你对啊 封你一年也好啊 是啊 那其实呢 过去两年呢 Youtube呢 已经发布几十条禁令 就是呢 千万不要散布一些 跟新冠 叫做不符的相关内容 还有 其他的禁令呢 就是说 仇恨的 小心点啊 你这帮乱叉的 煽动仇恨 不识了 真是说起了 那另外呢 这个天空电视台 还有一件事是很瘋的 就是呢 他什么都是以这个立场行先的 充满意识形态 那他就代表 一个叫做 极有的思想 其实呢 天空电视台 其实他跟英国的天空电视台 大家都叫Sky News 是吧 但是呢 拥有权是不同的 虽然都是叫做 大家都共享一个叫做brand 但是呢 澳洲呢 就是媒订自己买回的 就是 传媒带是媒订自己买回的 那就等待我们介绍一下吧 那现在我们说的事情呢 又是证明了它是全力造谣的 是什么事呢 但是大家记得了 2020年的时候呢 中国其实某些地方是发生了停电事件的 这个天空电视台的 这个天空新闻的主持 Chris Smith 这个史密夫呢 哎呀 他就说 中国多个地方制出限电的措施 究竟什么事呢 当然是关于我们澳洲媒 活该不买我们澳洲媒 就是很轻挑地说 你十亿中国人准备受冻 咬冬吧你帮人 这么说啊 怎么有那么多啊 等待我揭露一下 他说的谎话多么可笑 这个史密夫还说 搞笑的是 中国似乎正在禁止 还继续禁止 我们澳洲煤炭出口到中国 同时对我们的产品征收税收 现在问你痛不痛 现在你已经很痛了 打到你痛痠了 这么说 之后他就说 中国现在大规模的电力短缺 而且会日益严重 越演越烈 不好意思啊 你讲的时候 2020年 现在2021年 越演越烈的事情没有发生 后来搞定了 他就继续说了 现在数亿亿计的中国人要限电 就好像浙江一样 就有5700万人被告知 这个冬天来临之际呢 除非室内温度降到3度以下才可以用暖气的 这个说明什么呢 你自己捉虫咯 之后呢 我引述的 在湖南呢 因为电梯停了 有6... 这么搞笑 因为电梯停摆 有6700万居民被迫 6000多万人被迫爬 爬楼梯不是个个都住这么高的 用一下脑子也会知道 6700万人被迫爬20层楼梯 不是个个住这么高的话 用一下脑子也会知道 对吧 这个很疏疏的 6000多万人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老友 是啊 他有这么多人的省 但是是不是个个都住20层 是不是个个都住这么高的 总有些是农村 你说这么多 老人家没有电梯 多惨啊 这个全部是中国自找的 你自己用来衰的 这么说 他还说 史密斯 史密夫 他就继续说 中国 已经有些地方 达到零下40度以下 那些地方 也都是 有停电的 就是为了 帮我们澳洲买 煤炭 你多幼稚 好像是你幼稚一点 老闆 他就说 中国 准备等超过10亿人 捱痛 不说 之后 他就说 很多方面 中国人 已经对政府 因为 好战 而制出的 对澳洲的制裁 感到心虎痛楚 其实 我想中国人 应该是 贊成的比较多些 或者不理的比较多些 我想不理事的比较多些 因为中国人 人家理智很多 起码不像你这个 Chris Smith 其实我再说 其实 中国电力来源 其实就以 我说回事实给大家听 就是以火力发电为主 暂时来说也是 就占总体发电量的七成 根据数据 表明一样东西 2020年1到11月 中国煤炭产量是34.8亿噸 进口量只有2.6亿噸 11月的中旬 中国的确是对澳洲煤炭 是限制了入口的 当然包括发电的煤炭 2020年12月 中国的煤炭价格也是大涨 供不认求 当然了 除了这个天空新闻之外 台湾倒内的陆媒 依然都是和他激奖 都说的 这个天空新闻都这么说 其实这个天空新闻 有一件事很搞笑的 就是那些最傻 最极端的那些媒体 经常用他的东西来引述 就好像大忌远那样 激常引述天空新闻 天空新闻又引述他 就是两个 一起被人禁止 是 做遥专家 互相引述 说回 直到去年 即2020年的11月 中国其实 从澳洲引进的煤炭 是有7千多万吨的 占中国煤炭用量只有1.9% 其实 他们19年的进口量是7500万吨 相差只是500万吨 大概是一个月的进口量 其实不是占很大分量 另外 澳洲动力煤 占中国动力煤进口的 在2019年的比例 就达到57% 并且在2020年1到8月 占相同的百分比 这些数据就显示 中国对澳洲煤炭的禁令 的影响是有限的 中国官员也否认 电力紧张的原因 是因为禁止进口澳洲煤 同时 2020年动力煤的产量 是39.1亿吨 所以澳洲的动力煤 是不可以对中国 大陆的火力发电 产生明显的影响 所以你是说谎 还有 其实除了 那500万吨煤炭 我当你不进口 你想想 其实去年1到8月 已经进口了 和前年一样的数 其实是等量的 最多是差500万吨 那500万吨 对于一个月的进口量 其实很多国家是可以保得上的 所以其实中国 当时境内部分地区 是大量的能源缺口 不是小小的澳洲 那500万吨是那么重要的 因为只是一个月的进口量 其实当时法改委说 基组故障 导致部分地区 煤炭机器故障 停运 停止运作 而且部分地区 外受电力有限 所以 是不足以 从其他地方调动 足够的电力 以及当时 我没有记错 它风雪很大 很多电站 是混合不了 那些电纜是断了 那些塔也被风雪压烂了 其实是因为这样的 另外 还有一件事 之前说过了 天空电视台 就是天空新闻 著名的主持 沙利马赫森 其实它 也是和西梅共同炒作一件事 就是 这个中国实验失洩流论 当然 因为澳洲的天空新闻 是梅独的 它的这个炒作 在梅独旗下的每日电讯报 澳洲人报 就成为了独家 之后 前大统领特朗普 还特意拿来混合中国 拿来 哇 这个记者这么说的 后来 今年三月 世界 卫生组织 就发布了调查报告 是吧 也说实验室 洩流论 是极不可能的 另外 7月份的时候 我们一节节目也说过了 很多顶尖的学家 就在柳叶都 这份 叫做 权威的集 医学的权威集节 就是发表了 24名专家学者的联合 撰写文章 就强调目前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 支持 这个武汉实验室洩流论 当然了 这个阿姐 我们后来就知道 为什么她炒作 她就学了 就学了什么人呢 就学了 这个 以前 香港 城邦论的 叫做 理论 理论人物 陳运根 这个阿姐做什么 卖书 哦 讲来讲去 都是卖书 都有帮她叫卖的 卖书 这样说 卖书 理解 怪不得炒作 再往后看 其实天空电视台 100年 就是天空新闻 亦是很出格的 亦是很出格的 他的主持人 叫卡梅伦 其实 在2018年 10月30日 就在一个叫做 外国人的 政论节目当中 就说 迪士尼 中国游客 说中国游客 一些很坏的话 那时候 天空都正常一点 就是炒了她 这档节目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哇 如果你在一个星期 任何一个早晨 去到上海滴滴来呢 你看到两万多人 黑色头发 邪眼角 就是说 我们唐人有些是 单眼皮 黄皮肤的 哇 中国人 迫切希望进入滴滴来 哎呀 你觉得 是不是很害怕呢 这么说也有个疯狂的 有什么很害怕的 他的意思是 你这些人 没有资格 入滴滴来 这么说 真是够瘋了 这个人 后来 天空新闻的负责人 也说 这个言论不可以接受 就炒了她 那为什么 天空这么瘋呢 其实都跟他的 就是澳洲天空新闻这么瘋 都是跟他的 老板回答 我们做过很多节目 其实他这个传媒大亨 就很幼的 他总有一些是特别幼的 其实那些 《华尔街日报》 那些就还 看上去都可以少少的 还有澳洲《人保》 就扮到中立一点 那其实呢 2016年 梅多家族 就开始执掌澳洲的天空新闻台 也都引入了一个 之前抗撑特朗普的 一个电视台的模式 就是霍氏 引入了霍氏模式 这个举动也都改变了澳洲的政治生态 或者叫气候 因为他们强烈推介一系列的极有观点的节目 好 多数聚焦要什么 种族 移民 气候变化 后来呢 别人就说 这些节目就叫做 叫《Sky After Dark》 叫《Sky After Dark》 因为觉得全部都是那些很阴暗的 都是一些阴谋 还有之前呢 我们的前总理谭寶 和他的幕僚就说 《梅多》 就是《天空新闻》的老闆 就利用他的媒体 因为他是世界的传媒大亨 利用他的媒体渠道 就帮助煽动他下台 就是叫一些人煽动他下台 搞这个党内的政变 最后就推了我们现在这个 哎呀 被以为右翼民族主义者 就是窩种 Scott Morrison 莫理心上台 因为他 《梅多》的意识形态比较近 但是作为温和派的谈報呢 就被人趕下台 那梅多的话 不要做这回事啊 不要相信他啊 就这么说吧 另外呢 天空还经常炒作很多东西 就像之前我说过的柳卡素说 中资呢 是有一半的股份 天空电视台的主持 Chris Kenney 肯来呢 他就说 哎呀你看看 中国啊 我们这么重要的港口 给他拿到我们50% 50个百分比的股权 问你怕不怕啊 你这么说 其实呢 他就经常逼迫澳洲政府 喂 你呀 小心点他呀 所以其实他是很有影响力的 没有办法背后的老闆 太强大了 不过这样 油管这样 一周其实呢 就小情大戒而已 但是呢 希望呢 他们知道 以后不要乱来的来 好了 今次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